怒施狂刚虽然属于玄阶斗技 但是练到三层以上 是完全可以与天阶斗技媲美的 孩子 我萧家的怒施狂刚 各位长老都已经说了他的厉害 那是萧家独门绝技 很完美 就算放到整个大陆来看 也不落下风 威力无穷 好好练吧 我练到现在也就开了个头而已 将来还需要下苦功夫 萧家的功夫主要以威猛刚义为主 斗气修为不足 强行修炼是有害 所以孩子 你一定要记住这一点 是 萧炎说他要练天阶斗技 各位怎么看 还天阶斗技呢 玄界斗技能练到顶级都已经不多了 这天阶斗技早已是有心无力了 孩子 我觉得天阶斗技你就先别练了 为什么 我怕你修为不足会上了身体 爹 怒施狂肝我都练了 这次进斗技阁 我要是不学天阶斗技 那又有什么意义呢 小小年纪出此狂言 整天唠叨着 三年纸约 朕让你学会了天阶斗技 你会把货端引到萧家的 不是 爹 你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爹好 今天当着三位长老 你在这发个誓 三年之约的事就此作罢 为你娘报仇的事也不再提了 否则天阶斗技你不能再学了 爹 天阶斗技我可以不练 可这三年之约我一定得服 我娘不能白死 不然我这么辛苦修炼是为了什么 你要以天下为敌吗 那是要把货引来下来的 我肖家的 我肖家岂能辱你 爹 到底在我们这边 到底在肖家 肖家为什么要怕 住口 怎么劝你都不听了 你不是我儿子 滚 祖长肖肖气 肖肖气 我肖家的肖家 你是想要肖家 我肖家的肖家 肖家 不肖家 我肖家 对 我肖家 你肖家 不肖家 不肖家 你肖家 你肖家 不肖家 我们肖家 不肖家 我肖家 走 醒醒 大长老 大长 怎么回事 爹 豆济哥怎么着火了 弟子 弟子 爹 弟子 爹 族长 你这是你 族长 爹 小爷 你要干什么 你今天杀死了这么多族人 难道你现在还要杀死你的亲爹吗 杀族人 我没有啊 你没有 把你套的斗鸡拿出来 后面是什么 还装呢 后面有 就是为了这个 你就杀了这么多人吗 小家 小家到底可被你毁一旦 小家千年 怎么养出了你这个畜生 姐 我不知道啊 我 我没有 这件不是我干的 还说没有 臭小子 还敢做硬 小家千年的斗鸡阁呀 就这么被烧了 什么都不剩了 你们谁看见我杀人了 你们谁看见我杀人了 所有人都看到了 是啊 看到你跟我吵完架 进了斗鸡阁 大长老确定就把他杀了 放火烧了斗鸡阁 你还让我说什么 我没有啊 我 你手上拉的是什么 我 爹 我 我真的我 别叫我爹 跪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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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我向祖宗认罪 爹 丁庄长老 是我的错 我认 可是这斗鸡 我真的没有拿他 这斗鸡阁 这些都不是我干的 列祖列宗在天有灵 他们都不会怪我 你 还 还以狡辩 你还以狡辩 没有 我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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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爹 族长 天不由我小家 你长大了 你走吧 你走吧 走 爹 别叫我爹 你怎么不相信我呢 我小斩 要没你这个儿子 我和你一刀两断 爹 小炎哥哥去哪儿 我就去哪儿 你知道他做了什么 你要跟他走 我不管他做什么 我都相信他 他一定是被冤枉的 我要跟他在一起 好 你们都长大了 好吧 走吧 本来你也不姓小啊 从此小家 没有后了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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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傻 disciplinar 浅雨哥哥 我们走吧 你看见了吗 你看见了没有 这些是不是我跟的 我有没有杀这些人 我天天这里吵起来的时候 我已经烧起来了 我只见你 从斗技阁里面冲冲 他们都说是你 我怎么会一点都不记得了 这些都是我的家人 我死也不会碰他们一根手指头的 怎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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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颜哥哥 我相信你 秦桑 不型号 不型号 没有 不型号 不型号 不要 你这就回来 什么号 不型号 还是说 那根本那是 从小到大 爹都对我十分严厉 我九岁能有九段斗志气 都是因为爹让我勤修苦力 我和萧宁萧克打架 爹总是责骂我要管好自己 在别人眼里 他是一个不成气候的组长 可在我眼里 他是唐王爱护我的父亲 贪心太大 会遭天谴的 天谴 我要是有宝藏 老天爷会罚我 会罚我 还罚我 不合证明啊 就是我这人是罚我 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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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要个说法 我们要个说法 这样 这样 你们要个说法 我就给你们个说法 无法 我爹为了能证明我娘 没有偷拿性格 自费动气 在纳兰家退婚时 他不顾自己 帮我挡住云阵一拳 受了伤 你就要去了 爹 把萧家祖传的六子真言 传给你好了 我从都及格拿到血踪残绝 三千两斗 他还担心我怎么歪入 好好地给我上了一个 大不过快点跑 可这次回家 我觉得爹变了 我一心想为萧家找回 被纳兰家退婚的尊严 一心想上袁兰宗 给我娘平凡 但只要我提到这些事 爹就觉得是我太狂妄了 我就不明白了 他在怕什么 他当初那种敢作敢当 无所畏惧的破裂 萧嫣哥哥 我不想你这么难受 别想了好吗 也许有些事 我们现在看不清 等时间久了 一切都会有答案的 这就知道是什么事 你不行呀 我放开 你去条路了 像我蛇 你不行呀 你不可以